《德军机械化部队到底有多厉害》 穆尼黑协议签订后,不久,希特勒就对波兰有了非法之下,妄图以强大军事实力征服波兰,波兰为何会被希特勒给盯上呢? 这是因为波兰位于欧洲东部,攻击苏联,西林德国,拦截杰克斯洛伐克,北边波罗的海,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 如果德国占领这片土地的话,就能封锁苏联人的太平洋出海口,并且和德国占领的杰克斯洛伐克连成一片,成为北近苏联的跳板和桥头堡。 不仅如此,波兰是当时应法在欧洲盟友中最强大的一个,德国必须先拔出这个眼中钉,斗中刺,为了向波兰开战,德国必须找到一个充分的理由。 1939年3月21日,德国向波兰发出通点,要求将弹则走廊归还给德国,并将在弹则走廊建筑铁路和公路。 这样做对于波兰来说,无异于引狼入室,与虎谋皮,随着德国步步紧逼和咄咄逼人的姿态,波兰只能向英法靠拢,波兰向英国建议,立即缔结一项军事协定。 英国首相张伯伦宣称,如果波兰遭到进攻的话,英国和法国将给予权力支持。 很快希特勒就发表演说,警告英法恐吓波兰,并且废除德国和波兰签订的互部侵犯条约。 与此同时,希特勒为了保证能迅速地吞并波兰,大放和平烟雾,在政治、军事、外交等方面,玩弄了一系列欺骗手法。 在希特勒的欺骗下,波兰放松了对德国的戒备。 在希特勒释放和平烟雾的同时,德国的战争准备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,建立了南北两个集团军群。 共计62个师,160万人2800辆坦克,600门火炮,2000架飞机。 而且这支德军是机械化部队,为了验证德军闪电战的威力,将波兰当作了练兵场。 193,一年9月一日,德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了波兰,出动140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对波兰前沿阵地。 纵深军事设施和交通枢纽进行破坏性轰炸,在完全掌握制空权的空军掩护下,机械化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突破了波兰的纵深防御阵地。 波兰的平原广阔地形成了德军机械化部队的完美舞台,很快把波兰军队打得七零八落。 德军在突破波军防线后,迅速向波兰腹地推进,波兰政府无力挽回败局。 于9月16日撤离华沙,流亡伦敦就这样在德军机械化部队的闪击战下, 仅仅过了一周,号称欧洲陆军第五强国的波兰覆没了,返回邹虎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